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读不了的 而且他也无法说服泰英文去读 就是他想读 他也在这个位置上他也不可能读 所以我就一直认为说 他显然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公开的 他没有愚蠢到一个政治人物 能在那么一个公众场合里面 当着一个这么一个 这个所有台湾喇叭也都看得见的地方 他就这么去讲话 他没蠢到那个程度 他要蔡英文的票 对 他要蔡英文的票 也就是说他告诉这些民进党支持者 你的新共主来了 是我 不是他 我敢说台独 他不敢说台独 而且他2018年有可能 让民进党会整个版图会缩小 台湾经济未来两到三年不会再好 但是无独有偶 他这番话还是引发了经济效应 或者说对两岸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 大陆虽然没有公开的怎么用太难听的话说的 但是有两件事 应该说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 原本在金门举行的小三通三十周年座谈会 根据与会者台湾学者说 以前是大陆官方的起码是海协会和相关学者一定会参加 因为小三通吧 这是一个好事 三十周年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大陆学者一个都没来 连以学者身份出现的人都没有 更不要说以官方示外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本要在台北举行的亚洲棒球锦标赛 以前大陆是不忌讳在台湾参加各种比赛 你看前面是大运 大陆代表也来了 可这一次找了个什么理由 没订到机票 你没订到机票的理由 全员去 这一定是一年以前就订好的行程 你怎么可能临时订不到机票呢 就得派个专机也不为过吧 不来 第三个 就在我们做节目的此时此刻 大陆是国庆长周末 八天的黄金周 原本往往第一旅游地就是台湾 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第一旅游地就是台湾 现在台湾到第十五名 第十五名 就说这个效应还是产生了 核算吧 其实我觉得就从主持人您刚才所提到 提到的这个起点 你可以看到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 在这个我们不要讲操纵两岸关系 比如说在两岸关系政策上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国民党的一个做法是他会放出一个柄 让大陆觉得说我们多快可以捅 那自己什么时候会捅 那是乱回想 所以说你看这个两岸关系的做法是 两岸之间非常的融合非常的密切 弄到什么弄到说 这个台湾没有大陆啊 几乎很多东西他都会减成或者他会失分 他把这两个国民党的做法是 我借着这个大陆的一个加持啊 能够让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所以下一个问句子是说 我们多快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什么样的谈判之下我们做得到 这是国民党的做法 民进党的做法是 他刚好相反 他说啊 我让你知道我多慢不会读 一个是多快能够 我懂你的意思 一个是我多慢 我能够慢到什么时候 我才不会独立 那所以你看大陆的做法就是 好你既然要玩毒 我就让你死 什么东西我都不给你 我不跟你来往 我不跟你交往 我不跟你好处 那看你能够苟延残喘到什么时候 不过大陆这次这刀吓得够狠啊 所以你看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这个两个做法 事实上他们都是一曲同工之妙 所谓的一曲同工之妙 都是在跟时间竞争 是谁的时间能够拉得长 所以看清楚两岸关系啊 那个真正的那个秘诀是在 那个谁都在跟时间赛跑 什么要跟时间赛跑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 现在谁都没办法解决 对 马英九没办法解决 蔡英文没办法解决 赖清德也没办法 现在台面上所看到的 台湾的任何 就是吴敦一上台也解决不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 只是国民党是网 我让你去猜测那个时间 多快能懂 而民进党玩的是 我让你去猜这个时间 这个多慢这个时间 我不会宣布独立 那只是在用这两个筹码的拉锯之间 那看谁啊 叫做以境待变 看时间跟客观的情势 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而在那个改变上面 去做出自己的操作 我想这是两岸关系上面 他们这两个党所玩的 一个策略跟手法 我觉得他们都忘了 他们都忽略一件事情 以我的观察 我觉得大陆方面 已经越来越失去耐心 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那个集统啊 也就是说已经不在局限 在用什么方式的 这样的那个味道啊 已经慢慢的在酝酿出来了 以前马英九在的时候啊 这样的一个 除了和平统一之外的声音 似乎一直没有办法 有一个可以着力的点 可是在民进党 我就是看我多慢不会毒啊 的这样的一个利润上面 已经似乎在 我觉得在大陆方面 已经思考了一个叫战略 一个叫战术 在战略上面 每个人都是在跟时间 在做赛跑 可是在战术上面啊 我觉得大陆已经在思考 起码在调整了 我在跟时间上 做一个赛跑 做一个调整 是正确的战术吗 你有没有发现 在大陆方面 这样的一个思维 而且现在大陆连这个 有的人现在以前 连这个统一的时间表 都有人在喊了 所以说十九大 有可能会公布一个统一时间表 当然我们不知道会不会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一点可以肯定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一件很重要 也就是说大陆的耐心 似乎越来越差了 也就是说你民进党执政 统是看不到希望的 你别谈了 统是连想都不要想 国民党虽然也是以拖带变 但是国民党的统你是看不到希望的 民进党统你是看不到希望的 所以大陆 这就要看大陆还有几分的耐心 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民进党的最后的法宝就是 我看我多慢能说我会毒 那他也吃定了大陆为了毒这块 可能要付出蛮大的代价 但是那个关键是 那个前提是要在大陆还有耐心 如果大陆没耐心的时候 你这些时间上的计算准确吗 问题是这个棋盘这个棋 严格意义上来讲 你现在蔡英文并不是下棋者 你只是中美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而已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说实话 你很难能决定你是否命运如何 当然不管那是以后的事 但从现况来看 从现状来看 大陆这次出手比较重 因为以前像这种球赛民间交流 大陆基本上是不关于的 你只要别让我的队员们太难堪 你别让他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我就过去了 再一个你像十一黄金周 其实大陆很多人愿意到台湾来 因为毕竟没有语言问题 台湾已提供了足够的方便 给大陆的民主到台湾来旅游 你们甚至在台湾很多 我看台湾很多的这些民宿的这些商家 都在用大陆的微信配 大陆现在都实行用手机 到处配 这次在日本 日本商家很头疼 日本商家说 中国人一百东西拿出手机了 我可没拿手机付 日本人说付什么 他说我们大陆全是用微信付账 你这还让我拿现金 我出国没带现金 所以 可是台湾的商人很精明 他说我用LINE 但同时我也用微信 他说他很方便 可是 没有 大家现在的观察就是说 大陆会不会在经济上 会出一点重手 不管怎么样 现在看 两岸的经济状况 由于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现在一个深圳五年前就超过整个台湾的GDP了 说实话 大陆 从大陆的实际来讲 好多人制裁台湾 我是不赞同制裁 制裁 我不愿意用制裁的一个字 但是在技术手段上操作应用 我认为大陆有可能会作为一个考量 经济 以前在陈水扁时代 都没有那么积极的使用过 会不会在蔡英文来用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乌漏偏逢连夜雨 事实上现在 我们不要讲民进党 我们就讲蔡英文好了 蔡英文现在的状况 有点像是 所有的 你看他不管在外交 或者是 不管是在外交 还是在内政上面 事实上他有他的关卡 外交上面的处境不用讲了 他在内政上面 许多的问题一直层出不穷的在出现 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棒打落水狗 这个会不会落井下石 火上加油 血上加霜 我想这是终结蔡英文一个 非常容易的一个方法 难道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会发生在这个大陆的一个思考 对台的一个方式 而且这是现在他在既定的一个政策 只是把这个手段加重而已 把这个做法弄得更严峻 让这个民进党的执政 一点没有喘息的那个空间 我想这些都是 可能会再使出来的一个方法吧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剩下两个得利者 一个是国民党 一个是赖清德 可是国民党 我觉得摆明的就是没有用 现在国民党实在是 气势没有起来 那国民党用不到 那赖清德会不会用这个机会 来斗倒他的主子呢 我觉得在现实的民进党而言 难道新潮流派系的这群人 不会看到这真是一个千载 难逢的好机会 以前民进党人 总是希望有个八年的任期 四加四嘛 搞不好不用四加四啊 再第二个是 这个还是民进党 但是已经换人了 所以这样这些算盘 这些看法 我觉得这是下来的这个棋 或者是局势的走法 可以去观察跟计算的地方 有一点可以肯定 其实老百姓对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老百姓最在意的 不是他的统独主张 而是你对台湾内政 有没有有所作为 说实话 马云九随着大家反对他怎么样 其实马云九下台声望不高 是因为岛内政策的 引起了很多反感 比如说你给军公教 这个福利删减的问题 甚至对一些内部的一些税务 增加税务的问题 都是因为你的内政没做好 同样民进党你现在想要靠以台独的主张来执政 靠台独主张选举也许你还有办法 但是要靠台独主张来执政 显然是不行的 最终落实到还是老百姓的荷包 老百姓的利益 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高兴的人不多 现在福利也不再增加 现在大企业都在外走 大家可以预见如果两岸关系在政治上没有和解的话 经济上台湾只会越来越差 休息一下 其实说到这一点了 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 也是我要想请教您的 国民党 其实原本这一次 虽然国民党的一些民意代表们 还有一些名嘴们 泛蓝的一些支持者们 在台湾的不同的媒体当中在发音 在批判赖清德和在告诉台湾人民 民进党的一些主张如何行不通 蔡英文的做法最终把台湾带上去 但是问题是这样 国民党现在 你现在你又没有拿出一个告诉台湾老百姓说 你能做什么 你现在吴敦毅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党主席了 从八月份到现在 也两个月了 大家总觉得说 你应该拿出一个 判到一些重大问题 像赖清德这个台独的台独主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个说法 好像国民党是在疗伤呢 还是在准备2018年的这个地方选举呢 还是说 真的大家有点一心懒伤 听不到国民党声音 其实我觉得 国民党能够挥洒的空间越来越小 越来越窄了 首先你来看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至少他可以玩一个两面的手法 那是 他让大陆觉得 好像有统一的一个可能 可是他要回头跟他的支持者 跟台湾的人民讲说 你看我们跟大陆来打交道 对我们的生计 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帮助的 但我们不用跟他们说清楚 我们只要不统不独不武 没错 有三路就好了 我们就迷迷糊糊的过日子 但生活过得好好的 我觉得这是马英九他所打的一个算盘 但是你可以发现在吴敦毅的一个手上 他已经没有打这个模糊的空间 他走到了民进党的方向 民进党是台独 他是独台 什么叫独台呢 那个意思说 我还是以一个独 你看他从这个九二共事一中个表 他把这个个表 非常的强调出来 那个个表的意思是说什么 这个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是中华民国 我们个表 突出的个表 那这个个表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个表不就跟赖清德他所说的 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 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这个个表 跟赖清德所说的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独立 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当你会发现在国民党 跟民进党的两岸关系 或者是这个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认同上面 他们的那个相似度是越来越相似了 那个跟马英九当中所说的 那个模糊的空间已经大相径庭了 马英九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让你去 起码你可以想象嘛 可是吴敦义的这个做法 是把你自己能够挥洒的空间局限住了 限制住了 你跟讲难听了 你跟民进党的主张有什么差别呢 几乎没区别啊 好 人是这样啊 我要我就挑正统的嘛 当然啦 我要挑台独 你本来就是正统的 我就挑那个正统台独的嘛 那你的独台啊 再怎么说还不如人家原汁原味的台独嘛 所以我是不知道吴敦义本身的幕僚跟他的智库 是不是在这方面思考一个能够跟我们讲商业上的事情 你跟别人的产品至少有点区别 那你的外壳跟人家一样 你的内涵跟人家一样 但一个是山寨版 一个是正版 但人家当然是去找那个正版的 尽管你便宜了 大家也不愿意用 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自己要去思考 你别用山寨版的独台啊 反而让自己啊越来越没有事成 李先生讲的一个很关键一点 也就是说现在国民党 现在这么说啊 现在人们现在对台湾的评价 政党政治评价叫做 现在在野的国民党在民进党化 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在国民党化 因为什么 你在台上越来越不敢宣布台独 越来越不敢公开的搞台独 而在台下的国民党 越来越不想谈一个中国 就想谈如何来突出自己的 所谓各个自己的存在 国民党的民进党化 或者民进党的国民党化 其实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 国民党跟民进党 彼此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淡 这个界限的淡漠 或者说区别的不突出 是对国民党有利呢 还是对民进党有利 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啊 其实我们撇开了国民党跟民进党 我们就说执政党跟在野党 对 执政党不讲九二共识 叫死路一条 是 不管谁来执政 没错 国民党跟民进党执政 甚至这个台联党或者是什么 清党whatever 你只要在当执政党 你不讲九二共识 你一定是死路一条 你叫没路 那你在野党呢 你在野党你必须要趋近台独化 才会有票 就今天这个在野党 不管是谁啊 你不讲这个 我们不要讲台独 我们讲爱台 爱台 请嘛 只是台湾人现在喜欢把爱台 就叫台独嘛 是 真的爱台就是台独吗 我觉得这个 这一块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 那他们现在很直接的想法 爱台就是台独嘛 在野党你不讲爱台 不讲台独 你是没有票的 那执政党你不讲九二 你是活不下去的 一个是要票 一个是要 生存 一个是要生存 那这两块怎么 我们不能说谁对谁错 而是在这条线上 你怎么样去拉 一条那个平衡线出来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吧 赖清德会讲台独啊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他是说好吧 蔡英文就当执政党的执政者 我就当执政党的在野者 那执政党的在野者是为了要票 执政党的执政者是为了要能活下去 活下去 所以这两个那个味道啊 所以我觉得从这边来看 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国民党 国民党基本上执政就是执政 没有什么执政的执政跟执政的在野 你要上来当总统 你还得经过我这一关 但是看来赖清德是想干掉他的组织 直接就到那个位置 所以才会有那个执政的在野者的一个说法 所以看民进党蛮有意思的 但看看国民党 人家的民进党这么灵活 这么有变化 这么懂得随时切出那条分级线出来 而你国民党的分级线又在什么地方 没错 而且国民党党内到现在 你都达不成一个对一个两岸政策 你原本马英九已经明确的两岸政策 现在的国民党没共识 无论是这个洪修柱的 还是连战的 还是马英九的 还是吴敦毅的 应该说四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你这么已经在野了 你已经被民进党压缩到这么小一个空间了 你还不能形成一个共识 还不能拧成一股绳 你怎么去打赢明年的地方选举 你更不要说2020年大选了 所以大家对国民党有点担忧 我也听到我们有人知道 到大陆去参加两会的 每年的两岸问题研讨会的时候 大陆学者就公开表达了 对国民党未来的一种担忧 他认为说我们并不是担忧 国民党真的会走向台独 他认为国民党不会走 不会完全民进党化 但是你国民党不作为 当你失去了一个在野党的能量的时候 实际你主张台独也好 你主张统一也好 一定不重要 就跟新党一样 你喊再喊 就是你愈民意一个人生意 老百姓也不在乎你 台湾媒体也不在乎你 台湾政府更不在乎你 所以尽管大陆政府认为 你说的很多有道理 但是没有用 你没有影响力 国民党会不会变成一个 能量不够 或者说让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自现的 这样一个政党 其实顺着主持人宁甘的思路 去思考国民党 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国民党当初由孙中山 他所创立 他所强调的一个 思考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国 从最原始的原始点 一直走到今天的国民党 似乎只是局限在独台 也就是说独立的台湾人的一个角色 你可以看到整个国民党的那种价值 或者国民党的那样的一个思考 或者是说他所坚持的那个格局 已经逐渐的在说小话 甚至有人讲说叫台湾国民党 当然我们不讲这个名称上的一个问题 这也不这么重要 而是今天你真的冲着一个 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中国这两个字 一个统一的中国 一个宏观的一个中国 甚至一个更有大角度的中国 才是你国民党能够继续生存 唯一的愿景 没错 如果你今天只是把你的这个理想 或者把你的说法 跟民进党越来越相似的时候 我觉得人民的眼光也是蛮清楚的 其实我们讲的更 我们来讲的更现实一点吧 中国人讲说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事实上那个真正一个统一的那个味道 何尝不是中国国民党 他真正的价值跟他的法宝所在 而那也是国富孙中山他所创建 这个国家一直走过来 他所秉持的那个理想 只是今天在台湾的这群人的手上 有点变质了 有点害怕了 甚至觉得没有市场 而要去做调整 我们有的时候回到那个最原点 回到那个最开始的那个理想 或许那个才是让你自己脱离困境 唯一的方法 所以啊 中国国民党确实应该 要考虑考虑自己的未来 我是觉得很多的一些朋友一直在讲 中国国民党应该做大 而不应该做小 你不如老盯着那个位子 你应该更多的 你有一个大的视野 有一个大的循环 你才能竖着旗一杆大旗 你才能号召 泛兰民众也好 台湾民众也好 跟着你 你能总 我觉得李先生说过最重要一句话 国民党 好的国民党是什么 他永远能给人民一个愿景 人民觉得我跟着你有希望 我不管你马英九长得是不是英俊 我起码 我觉得我跟着你马英九有希望 所以马英九才能拿到700多万票 因为大家觉得有希望 有希望 那就是一个政治人物所能创造最美丽的政治光环 人们看到希望 现在的吴敦义 先不管你年龄 其实你年龄并不重要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 吴敦义就是要问2020 大家也不认为他70岁的人 该不该选这个位子 这不重要 重要是你能不能给人民一个希望 从现在的国民党看 你显然给不了一个希望 大家认为说 你自己都还谈不出 你原本你自己坚持了一个九二共识 你就不要再多乱七八糟话了 你就承认九二共识 什么附加词都不要 现在可得好 你给你的九二共识 加了一个前面加了一个定语 叫做一中各表原则下的九二共识 你这是什么汤 什么药 你不是给自己划线吗 你等于告诉大陆说 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给你这个希望 可是老百姓说 谁看得懂一分 九二一中各表下的九二共识 老百姓根本看不懂 老板只知道九二共识是什么 人不知你一中各表下什么东西 所以国民党现在把自己 越做越是个遗憾 时间关系 今天只能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林敏锦先生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再见